热腾腾 刚煮好的葱烧牛腩拌面 还有满桌小菜让人食指大动 没想到这家餐厅近期却因为Google评论爆红 消费者留言还不错吃 但服务态度极差 出餐极慢 还一直搞错餐点 面没煮熟 想不到店家竟然怒呛三字经回应 激进的行为引发网友热议 太激动了 太偏激了 有点不妥 有失这个商家的门面 当然是不合适啦 因为拒进三字经本来就不OK 餐厅位于台中市西屯区逢甲商圈内 贩售多种口味的干拌面 受到不少老涛喜爱 日前Google评论被留一颗型负贫 让店家暴怒 老板解释消费者反应面没熟 立刻重煮一碗并且退费 但对方留言带有脏字 他的父亲日前刚过世 咽不下这口气才会怒强脏话 当场跟他说不好意思 他说我员工服务不好 我相信不可能 不对 我跟你道歉可以 可是他没主意跟我买 老板无奈地说 过往疫情期间经营困难 每月亏损 目前也考虑关店 因为网路评论意外引发风波 记者金维中 王百英S&G小组 台中市场报导 我是肖慧文 您的生活日常 从每天收看中市新闻开始 中市新闻陪您度过 平凡而充实的每一天 更多新闻也请您锁定 中市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 我记得按赞订阅分享